官义麦 白居易 唐代 田家少闲月 五月人被忙 夜来南风起 小麦富隆黄 富姑和丹时 同志携湖江 香随享田去 丁状在南纲 足争熟土气 被灼颜天光 滤尽不知热 但兮夏日长 富有贫富人 豹子在其旁 右手柄一碎 左臂悬壁框 听其相顾言 闻者为悲伤 家田疏税尽 时此冲击长 今我何功德 曾不是浓丧 历禄三百担 岁燕有余粮 念此思自愧 近日不能忘 农家很少有空闲的月份 五月到来 人们更加繁忙 夜里刮起了南风 覆盖田笼的小麦 以成熟发黄 妇女们担着竹篮城的饭食 儿童手提糊装的水 相互跟随着到田间送饭 收割小麦的男子都在南纲 他们双脚受地面的热气熏蒸 几辆上烤晒着炎热的阳光 精疲力章 仿佛不知道天气炎热 只是珍惜夏日天长 又见一位贫苦妇女 抱着孩儿站在割脉者身旁 右手拿着剪的麦穗 左臂挂着一个破框 听她望着别人说话 听到的人都为她感到悲伤 因为角租难税 家里的田地都已卖光 只好十些麦穗充田机场 现在我有什么功劳德行 却不用从事农耕残桑 一年领取新凤三百弹米 到了年底还有余粮 想到这些 暗自惭愧 整日整夜 念念不忘